好的 我们今天就四男四女 分别两组进行 现在进行画中有画 画中有画规则说明 请挑战者从初题图像中 写出其代表意义的一句成语 考验挑战者图像与文字的联想能力 待会儿一组有三题 即将淘汰分数最低的那一位 准备进行第一题 请看第一幅画 好好想想这字怎么写 别写错了 30秒计时开始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个010最好认真一点 好认真 看前面 李依玲 干嘛 但时泼 你要写什么 你下一个第四个字要写什么 但时泼 了 但时泼了 但时 但是泼了 泼了 不知道是什么就乱写了 我想以软及时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啦 是吧 比较理想喔 来 请揭晓 1个灯 好 继续加油 还有两题喔 010加油 010 我们要淘汰分数最低的那一位 目前静凌姐还陪着你呢 不着急 不着急 来 第二幅画 请看 有人 有马 还看到了什么 计时开始 注意一下 这个酷似牛仔的人 他的背上还背了什么 他背上还背了什么 没有答案 统统没有答案 不知道 想起来了 010干嘛 蹲下来怎么了 你也注意干什么 飞马奔腾 有万马奔腾 没有飞马奔腾 但是 谢连姐 你真的听过有单马奔马的这个成语吗 我后来听到你的提示 单枪匹马 来 请介绍 果然没有人答对 单枪匹马 那个还没开张的 逸琳姐跟介绍姐 我们加油 好 第三题 要发声了 各位 请出题 这个简单了吧 就怕大家不知道那是成语 计时开始 好 我做了 我做了 四个人 为什么会有三种答案 月宁跟林依林 想到了三人成虎 不好意思 借年姐认为是耀武扬威哦 跟老虎什么关系 借年姐 你是不是法国待太久了 老虎很有威言 所以 老虎很有威言 一云姐 虎甲虎威哦 那个前面的虎是狐狸的虎 没有两只虎又甲又威的 好不好 三人成虎 答对了没有 有人开张了呢 恭喜 好 很好 哇 借年姐是一分都没有 你还是刚才唯一送我礼物的人 他送我一个礼物 我就送他一个淘汰 好 借年姐 调香的过程中 也可以调整一下 对于成语的认识 没错 今天学到很多